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 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今天我们讲书童的河岸 河岸是书童写的最好的两部长篇要说之一 也是他写作的一个转折点 河岸是书童的第八部长篇要说 2009年发表在《收获啥之声》 几乎同时由人民文学策版社策版 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书童的前七部长篇 书童的第一部长篇要说是1991年写的 米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大米的米 写一个农民五龙 逃荒来到城里的米店 黑社会和米店的老板一家都把他当成狗 而报复的故事 这个报复的结果是他成了米店老板 老板的两个女儿都成了他的性奴 他又杀死了黑社会的走狗和老大 自己控制了黑社会 这个小说通过因果报应来写人性的溃烂 这个五龙后来得了梅毒 生子气烂掉了 日本人来了以后 他的仇人和米店大女儿生的一个私生子 借日本人的手在他身上实施残酷的报复 最后是垂死的他带到遍地铃商 买了一车皮的米 悲惨的回乡 第二部长篇就是1992年发表的 《我的帝王生涯》 这个小说是第一人称 小说开头父王驾奔 这个我就由祖母扶植成了假蟹王 或许有一个著名的乒乓学运动员叫张蟹林 就用了这个蟹子 那我在帝王生涯中间学会了专政 学会了残暴 然后真蟹王就打回来了 把我赶出城去 就成了杂耍班子里的流浪一人 结尾是这个我进了少年时代老师 绝空的苦竹山 白天练杂技中间的平衡走索 晚上读人语 张艺谋当初时候就是看了这部小说 希望苏彤能够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五折天 因为他意识到苏彤有可能达不到要求 就另外又约了几个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家一起写 那时候张艺谋已经很有实力了 这就成了当初时候一个事件 苏彤就说当初时候他完全被梦在鼓里 等到知道了 觉得很没有意思 这个小说就草草收场 这个五折天就是他写的第三部长篇 他写的第四部长篇是1993年的陈北地带 就回到他童年记忆中间的故乡 苏州的陈北 我以为他是以美国作家安德森的著名小说 小陈奇人的方法夸张了一个少年眼中的小街人士 他小说里头的故乡的街叫乡村树街 就是乡村炒鸡蛋那个乡村 街上那些生命都很卑微 轻薄的就像一张张随时都可以撕毁的纸 从1993年的陈北地带到2009年的河岸 中间隔了15年 而苏同在15年以后重新回到他的童年记忆 就写了这部河岸 这15年里头他还隔了三部长篇 第五部是1997年的菩萨蛮 磁牌的名字 第六部是2002年的蛇为什么会飞 第七部是2006年写孟江女故事的叫做毕奴 这个毕就指的是孟江女的眼泪 河岸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苏同童年时候的文革 这个岸是指包括了乡村树街的游仿症 就是榨游的游仿症 河就是流经流仿症的叫金雀河 我们已经说了乡村树街是苏同小说里头塑造的他的故乡 河呢 这河上就意味着流浪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部小说的故事 这部小说一共22万字 分成上下两篇 用第一人称的叙述 着重塑造了三个人物 第一个人物就是我的父亲 他叫库文轩 仓库的库 文轩呢 就是文化的文 气于现昂的轩 这个库文轩原来的身份是女烈士 邓绍香的儿子 邓绍香担负给游击队送枪支的任务 他牺牲的那一天 碑楼里头带着一个婴儿 枪就藏在婴儿的墙包里头 他接头的地方是一个叫棋亭的地方 就下棋的亭子 他接头的时候遇到了叛徒 就在棋亭里牺牲了 婴儿留在碑楼里头 放到了河边的码头上面 后来被水冲走 漂到了渔民封老师的渔网里头 这个封老师解放以后 帮着政府在孤儿院里头 找到了这个婴儿 他的标识是 屁股上面有一条鱼的胎脊 他就是库文轩 这个库文轩就以烈士后代的身份 当上了有访证的书记 但是小说的一开头 政府的烈士遗孤鉴定小组 经过两次细致广泛的调查 就调查出了 封老师有一个合肥的身份 还有一堆的风流史 库文轩的身份于是就动摇了 鉴定小组最后的结论是 封老师把自己的私生子 冒充了烈士邓绍香的后代 也就是说库文轩不是邓绍香的儿子了 他的所有的履历就都查出了疑点 他也就从有访证的书记的位置上下来了 这个书记就换成了叫赵称堂 他不是有访证的最高领导了 生活作风问题也就迅速地暴露出来 因为性都和权力联系在一起 小说中我的母亲叫做乔丽敏 本来是镇上广播站的广播员 小说里头就描写 父亲隔离审查完了以后放回家 母亲就仿造了工作组的办法 在卧室里头 辟出了一间隔离室 每天晚上就审问 父亲的生活问题 把时间地点 次数一一都追问出来 然后记录在一个工作手册上面 这本工作手册上面 书童专门还交代了 贴了一个革命样板系 红灯记中间 李铁梅举红灯的照片 乔丽敏 沈文文 库文轩 两人就离了婚 离婚以后 库文轩就没资格在岸上居住了 就下放到了 金雀河上面的向阳船队 乔丽敏和他划清了界限 就留在了岸上 这个向阳船队 一共有一艘托人和十一艘扑船 扑船是没有动力的 是靠托人托着走的 库文轩上的那条船 叫做七号船 第二个人物就是主角 我 叫做库东亮 就是东方天亮的东亮 小说一开头 父亲被扒下了这个历史遗孤 书记的外衣以后 我才十三岁 父亲没有了外衣 我就成了空屁 放屁的屁 怎么叫空屁呢 因为库文轩从书记 变成了阶级敌人 就算个屁了 父母离婚以后 我也就被母亲 乔丽敏给赶走了 乔丽敏说 上量不振 下量歪 这种教育不好的孩子 让我怎么教育 乔丽敏有意无意 就把那个工作手册 留给了库东亮 库东亮就通过阅读 这本工作手册 掌握了父亲 在岸上的性关系图 当父亲发现了这个手册 成了儿子的读本的时候 就愤怒地把他赶下了船 这时候他的母亲 已经从一个骄傲的广播员 变成了粮油加工厂的一个工人 我很快就感到岸上就没有家了 因为母亲很厌恶他 所以他就只能选择在码头 等待他的父亲 在码头上面 他遇到了郑政府的女纪要员 叫赵春伟 赵春伟是母亲留下的 那本工作手册上面的重要人物 库文轩和他的关系曝光以后呢 他的丈夫就自杀了 他就来到码头 他又拉着库文轩 到他的丈夫坟上去 披麻带笑 这就直接导致了 库文轩有愧于自己的行为 剪掉了自己的生殖器 被送到医院去抢救 最后还剩下半截 这就使得他自己和他儿子 更没有了真言 库文轩当初说 剪了生殖器 就说都是他把我毁了 这下我可以彻底改正自己 不辜负我母亲的英明了 这个小说里头 还有第三个主要人物 就是会先 智慧的会 仙女的仙 惠仙的妈妈带着他到 尤仿镇来找父亲 到了尤仿镇就失踪了 惠仙就成了孤儿 他到船上是七岁 苏从在上篇里头 画了将近一半的篇幅 来写这个惠仙 在船上的落父的过程 苏东亮和他的父亲 库文轩和这个惠仙 构成了结构上的三角关系 不是恋爱的三角 是身份的三角 这个惠仙带回到船上以后 船队就决定集体养他 然后船上的女人就开始争到了 因为这些船民都因为各自的历史问题 只能漂泊 不能上岸 每条船上都想要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苏东就借我的嘴说 本来呢 这个向阳船队的家家历史都不清白 每家都不去接别人的丧疤 但是这个惠仙到了船上 就好像用小手 揭开了这个船队最隐秘的一口黑锅 他就写这些女人们为了争他 这家就说你们家的偷了公社的羹牛 腌了牛肉吃 那家就说你爹是扼巴地主 被政府枪毙了 你老公还睡了你的亲妹妹 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只能采取扎揪的办法 谁扎到就是哪条船的 结果是呼东亮扎到了 队里的女人就说 七号船不能算数的 东亮敢领这个孩子 我们还不敢放呢 这个船上没有女人 呼东亮就说 你们自己定的规矩 谁扎到了就带他走 我就要带他上七号船 做我的妹妹 他就带着惠仙 走到六号船的船尾的时候 酷文轩出来了 酷文轩就对惠仙 挤出一张恐怖的脸说 别往前走了 我们家的船上有老虎 老虎夜里出来 是要专门吃小孩的 这个惠仙就暂定了说 什么老虎师子 我知道你在骗人 你是不欢迎我 不欢迎我就拉倒 反正别人都是喜欢我的 最后惠仙就到了队长的一号船 认了队长做干爹 这部小说的每一节都有标题 小说中间的一半篇幅用来写惠仙 下篇的第一节是少女 就写这个惠仙到了船上七年 就十四岁了 我也成年了 按照时间推算 应该是七十年代的初期了 从篇幅上说呢 下篇比上篇短 书童把下篇分成三个部分 先写惠仙的经历 再写库东亮和惠仙的 寄行的关系 最后再回到 库东亮和他父亲的关系 来做结尾 下篇的第二节是红灯 就写惠仙的命印 突然间出现了转折 那时候的国庆节 都是要搞游行的 那游行要有踩车 地区的文艺宣传队的宋老师 就到处寻找革命样板系 红灯记里头的 李铁梅的形象 最后看上了 正在跳房子的惠仙 于是十四岁的 朴树少女惠仙就上了案 其实呢 他只不过是在 踩车游行中间 做一个李铁梅 举红灯的造型 但是游行结束以后 摆造型的演员都浅散回去了 他去留了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地区的宣传部的柳部长 欣赏他 认为他可以培养 他就被送到地区的 这个戏剧团去培训了 让这个戏剧团的一个台柱子 带他学戏 这个台柱子带了他一段 就把他还给了宋老师 对宋老师说 这个女孩没有一点艺术细胞 倒是有野心 有胆量 他到了前线 有可能成为英雄 那宋老师就没办法 就只能把他安排进 他分馆的文化馆 下面的一个宣传队 但没想到宣传队里头 那些女孩都是从小就抱团的 都排挤他 于是他又回到了游访证 回到游访证以后 本来向阳船队 是等着他回去了 但是惠仙 却背叛了船队 他要留在岸上 留在岸上他就成了李铁梅形象的接待员 这时候他还有用 那个书记赵生堂就让他和 妇联主任住一个宿舍 让妇联主任帮助培养他 妇联主任就觉得 以这个女孩的身世 她不该任性却任性 不该交恨却交恨 他就对赵生堂说 这个女孩是扶不起来的 赵生堂就说 她是件贵重的行李 现在继承在我们这儿 以后还是要交给上面的 后来这个地区柳部长的生子 来看他 看得惠仙用茶杯 护住了自己的胸部 跑出了惠仪室 在走廊里头 他就听小柳对赵书记说 果然是在船上吃百家饭的 上不了桌 他给他的脸盘打了85分 给他的身材打了70分 说他没有胸 只有30分 这倒提醒了惠仙 挺胸的女伦才是美丽的 他总结自己的胸 是因为没有带胸罩的原因 于是一口气就去买了五个 又把李铁梅那个长辫子给打散了 变成了两根 然后又觉得长辫子吐气 就把这个长辫子盘成了高高的发际 他不明白 脱下了李铁梅带补丁的衣服 没了李铁梅的大辫子 他的身份又没有了 他的办公桌于是从赵书记的队门搬到了霍庭科 霍庭科的人也都欺负他 他曾经想回向阳船队 走到码头 船队上的人都欢迎他 但他上了跳板却又退了回来 向阳队的队长就说 慧仙就是卦的命 这个卦我们前面说到就是他是落不到实处的 那慧仙的故事继续发展 他到理发店去 把辫子剪掉了以后变成了科香 科香是格米亚满西杜江山里的主角 短发 回到办公楼 发现他的箱子铺盖都被副联主任给扔到走廊里了 让他去做会议室 这是因为喜欢他的柳部长死了 赵生堂就对他说你不是喜欢去理发店吗 你干脆住理发店去吧 于是他就成了人民理发店的理发员 这是下篇 然后就写互动量和惠仙的畸形关系 这个互动量和他父亲一样 也有一本牛皮纸负面的工作手册 他用这个工作手册来记日记 他的日记就没有别的内容 就是记惠仙 因为惠仙喜欢一件印着向日葵的衣服 他就比喻惠仙是向日葵 向日葵就成了惠仙的一个代号 小说里头写他对惠仙的畸形情感是 他是空僻 就没有自信 对惠仙只能够注视 互动量上了岸就一次迟的往理发店跑 他到了理发店以后 就坐在理发店的鞋对面 隔着玻璃去看惠仙 他说他这是首富 那苏同学库冬量进理发店是一次比一次狼狈 他第一次进去 惠仙起先是叫不出他的名字了 后来想起来了就让他坐到椅子上去 要给他理发了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因为他是空僻 他的实体是没有的 他就很紧张的说今天不理发了 来不及了 我爹身体不好 要回去给他做饭了 慌乱的就跑了 然后他第二次进门 往椅子上一坐 就说理发 他就通过那个镜子看惠仙 希望惠仙能够过来 主动的给他理发 但是惠仙却不过来 然后赵春堂的妹妹 赵春美和医院药房的金阿姨 就进了理发店 他们都是库冬量母亲 工作手册上面寄的人物 这个赵春美就有意的刺激库冬量 说最新的内部消息 库文轩实际上是土匪 邱老大和妓女 滥颤花的儿子 这就激怒了库冬量 他当场就曝光了赵春美 金阿姨 曾经跟他父亲 有性关系的细节 使得两个女人要跟他拼命 惠仙就给了他一丁草帽 让他快跑 而第三次呢 那个治安小组的王小改 要库冬量去给赵春美赔罪 因为那个赵春美要自杀 惠仙就要帮他 把理了一半的发理完 他的身体接近他的时候 库冬量就闻到了一种类似 向着葵的花盘的清香 他的底下就勃起了 其实为了防止勃起 他本来是穿了两条内裤的 于是又狼狈的逃走 但从此以后 理发店的门口就挂上了 镜子他落内的牌子 这就说明了惠仙 跟他划清界限 下篇的最后结尾就回到 库冬量和库文宣的父子关系 库冬量敞货了以后回来 他爹拿着绳子要捆他 这时候库冬量已经二十多岁了 他爹让他跪下 他不跪 他爹就让他滚 说你滚到岸上去 从此我就再没你这个儿子 他就把所有的委屈都吐了出来 他说 谁稀罕你这个爹 谁稀罕做你的儿子 别人的爹都有一根生子气 为什么你只剩半根 你有什么脸帮我 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都怪你 他跑了 打算搭车 远走高飞去流浪的时候 船队里的小伙伴来告诉他 是他父亲喝了农药 送到医院抢救了 他就哭着又跑去了医院 然后就写 他父亲在医院洗完胃以后出院 苏冬就描写库冬量 背着他爹 就像背着一条巨大的空瓶的烟鱼 说他爹身上有强烈的鱼心窝 这时候别的船都走了 只剩下七号船 停在码头上面 苏冬量就把父亲背进船舱里头说 爹我们到家了 这苏文宣就说 这是我的家 不是你的家 你不是要去流窜吗 你去吧 苏冬量就说 我走不了 你身上脏 我要烧水 帮你洗澡 他爹就说 我也确实需要洗个澡了 那就谢谢你 洗好了澡 你就走吧 于是苏冬就描写 库冬量把大木盆搬到舱里 把舱门都关了 因为库文宣自工了以后 洗澡就必须把舱门都关上 不让别人看 然后他就对库冬量说 他说你背过身去 前面我自己洗 你帮我洗后面 因为原来他洗澡的时候 都是关在门上的 于是库冬量第一次看见 他父亲臀部上面 那个鱼形的胎记的头和身体 都褪射了 只剩下一个尾巴 那库文宣听说 他的胎记给退了 就急了 因为这是他的证据 在上篇和记一节里 和记就是在和尚祭奠 库文宣让儿子上岸去买捐纸 做纸花 苏同就通过文具店主任 告诉库冬量 说邓绍乡生平 有新的发现了 他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人 是逃难来的过 回去告诉你爹 不要再记电了 他说历史是个谜 邓绍乡历史是个谜 你爹也是个谜 别人都是越学越进步 你爹怎么越学越退步了呢 他说施力也说怎么样 不是施力也说又怎么样 健康才要紧 但对库文宣而言 他对儿子说 他说他等了十三年 骑士只要一张劣索证 把他交给你 他就只要这么一个身份证明 他对库冬量说 我等了十三年 辛辛苦苦地教育你 我得到了什么回报啊 这时候 苏同就写 库冬量突然就想起 要为父亲做一件事情 他就把父亲绑到了 他自己的床上 他对父亲说 他说 爹你等着 我去让赵春堂来给你道歉 我让他给你送猎索证来 可他怎么去强迫赵春堂 拿来猎索证呢 他在束手无策下 到了邓烧香历史当年牺牲的棋亭 这时 小说里头描写 这个棋亭已经要拆掉了 变成停车场 那块纪念碑也要移走了 这呼动量就想到 要把纪念碑给父亲拉回去 这个纪念碑那么沉 生活中间当然是拉不动 但这是小说吧 他在拉纪念碑的过程中间 遇到了有一个 看守碑的 傻子的走拦 还遇到了一个文史馆的研究员 这个文史馆的研究员就说 最新的研究成果 烈士邓少香 根本就没有生育 他罗筐里的孩子 是借来做掩护的 那小说的结果是 呼动量打瞎了 这个傻子的眼睛 把纪念碑拉到了码头 但是却搬不上船 然后他就偷用了 码头上的吊机 钻到驾驶室里头 将碑吊到了船上 到了船上呢 呼文轩突然就发现 这个纪念碑的浮雕里头 罗筐里的孩子的脑袋没了 还似乎不是人为的 因为用手摸上去的话 这个罗筐上面是圆的 还很圆论 好像自己给退掉了 就像这个呼文轩 屁股上面那个胎记 他不也是退掉了吗 这呼文轩就开始哀态 说我不能怪造成堂了 是我妈不要我了 这晚上 这个呼文轩就守着纪念碑 让儿子进舱去睡觉 他守了一夜 早上岸上来人了 呼动量就用竹竿 把这个驳船撑离开了岸 然后水上纠缠队的汽船就追来 呼文轩就把自己和那个杯绑在一起 跳河了 小说的尾声是我下水去找父亲 杯下面好像有生命 游出来的就是鱼 这时候那个傻子就从医院里头出来了 他举了一块牌子 这牌子上面写着 从今天起 禁止向阳船队的船民 呼动量 上岸活动 禁止上岸就意味着 切断了河和岸之间的干系 就永远被放着了 这就是这部小说的故事 最后再讲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 首先这部小说通过一个悲剧的结构 讲了身份对人的重要性 身份决定了命运 应该不仅仅在文革中间 很多时候都是如此 苏同的那个小说 本来都是以表现他的感觉来取胜的 他的感觉非常棒 他擅长于写感觉 氛围细节 不太擅长于写理性思考 小说中间三个人物 都是身份的悲剧 呼文轩是个历史的遗孤 根正苗红 在他大权在握的时候 生活作风就多给掩盖了 女人们还会有背灵性感 等到她的外衣给扒掉 反过来 跟她有关系的女人 就都有了耻辱感 呼动量也是这样 本来是幸福童年 前程远大 后来成了空僻 高贵就变成了卑贱 慧仙的价值变化 也是因为穿上了李铁梅的衣服 就成了意向中间的李铁梅 他不爱穿李铁梅的衣服了 赵春堂就愤怒的对他说 你说你不肯穿李铁梅的衣服 我就没跟你计较 别以为你可以放人滞留了 你是李铁梅 不是少奶奶 最后他提着李铁梅的红灯 去找赵春堂 赵春堂说 你提着红灯干什么 你拿着镜子照着 你现在身上还有一点 李铁梅的影子吗 慧仙就说 我为什么非要像李铁梅 赵春堂就很直路的说 你不是李铁梅 就什么也不是 从身份的角度 慧仙当然也绝不可能和库东梁结合 因为一个是挂着的 一个是空屁 不嫩空对空 最后他嫁给了一个文化馆 有身份的干部 把红灯送给了库东梁 留下了库东梁的日记 作为纪念 其二 这部小说 河和岸的关系 岸上是身份的认可 河里头是漂泊 很有象征性 向阳船队的十一艘船上 十一户人家的历史都不清白 加入了这个船队 就意味着身份歧视 小说里头 码头上专门成立了一个治安小组 这个治安小组的任务 就是看守这个船民们上岸的活动 因为他们都属于接近一级分子 也就是说 河是在暗的管制之下 在文革中间 接近一级分子 不准乱说乱动 这是胜理成章的事情 其实 传民们上岸 也就是为了到菜市上去买买菜 买点要吃的鱼肉蔬菜 但小说中间的河 应该还有另外一种意味 苏东说写这部小说 对他而言完成了一个夙愿 什么夙愿呢 他说他想写出和他亲近的河的灵魂 他说他一直想写一个少年 沿着河岸去流浪 走过了一个个城障 去找河的秘密 那相对三而言 河是神秘的 深不可测的 那河的秘密是什么呢 我想如果在江南水乡的水边长大的 可能会理解书通所说的 他和河的这种关系 他的童年 他家后门就是河 书通说 河给了他安全感 或者说 他内心深处 始终崇拜着河流 这个安全感 我想是指他从小就听着 河水的流水声 露碎的缘故 水声就像抚慰心灵的摇篮曲 河水在梦境中间就显得很博大 这篇小说的那个上篇的结尾前 专门有一节叫做河水之声 说那个枯冬亮 在七号船的船前两边都挂上了罐头盒 听河水的声音 他听到左边的声音时 说进来进来 右边的声音说下来下来 这个上下篇的结尾 枯冬亮又多梦见 邓少将烈士从河底升起来 伸出了咱们历史青苔的手说 下来 下来 下篇的结尾 枯文轩对儿子也说 他说你听到河水的声音了吗 我听了一夜 下来是河魂的召唤 召唤枯文轩逃离 而从他臀部那条鱼的胎迹上来说 他本就应该是一条鱼 回到鱼的形态就解除了负担 那么河就是自由的象征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知识要点 首先 河岸是苏同的第八部长篇要说 这部小说突破了苏同原先的创作方法 结构简单 在文革的背景下 讲述了一个有关身份的悲剧故事 第二 这部小说通过三个主要人物 将两代人的身份悲剧 背后的生命和身份的关系 有哲学思考的意义 第三 在这部小说中 河和岸 岸上代表了身份 河上代表了剥夺了身份的漂泊 但河魂又一下来召唤着自由 变成了鱼又获得了自由 河 岸和鱼都使用了象征的写作方法 第四 这部小说以文革为背景 省略了具体的文革场景 写的其实还是畸形的人性导致的悲剧 书同是要唤醒读者 思考畸形人性的原因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好了 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我就会让我看见了 这就是这一步的解读 实际上蚂的码铛 你是一步的解读 那边有什么解读 特别的解读 您的解读